还记得昨天做的猪皮椒吗 今天来教你们做个好东西 红刀剪碎去盒 黑芝麻下锅炒熟 炒盒的时候可以放点盐炒 这样子的话不容易炒的菜糊 食材准备好啦 锅里先下入清水 把饼糖全部融化 拿出做好的猪皮椒 大概放下去一半的量 等到猪皮融化了再放入红糖 熬煮到像这样非常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放入我们之前准备好的食材 关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猪皮椒温度已经变得很低了 所以要趁热放到容器里 用各种办法把它压实压平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上各种辅料 我放的是若生果干玫瑰花 冷却凝固和脱模 从中间切开切成薄片 这样做出来的猪皮椒糕口感真的很好 一点都不比而交叉 法会越嚼越香 也可以向我家打包起来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